你肯定没见过这样的幼儿园 它里面的学生并不是人 而是一群可爱的狗狗 每天早晨 主人就像送小孩上学一样 把狗子送到幼儿园 老师不仅会教狗子们一些基本的礼仪 还会给狗子准备一些有趣的零食 在这里 狗子们可以和小伙伴尽情玩耍 幼儿园还配备了可爱的书包和饭盒 吃完午饭后 最萌的画面就要来了 老师给狗子们准备好小床和枕头 狗子们要开始午休了 也不知道老师用了什么魔法 狗子们竟然乖乖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着了 他们一个个睡得特别舒适 萌萌的模样就跟天使一样 真的太治愈了 当然 老师也没有闲着 他们会在小本本上记录着狗子当天的情况 方便主人们了解 有时候还会有游泳的课程 狗子们会在这里愉快地玩耍 直到主人下班来接他们回家 虽然他们是宠物狗 但这待遇比真正的幼儿园小朋友还要好吧 上班狗看完忍不住流下羡慕的眼泪 真是活得不如别人家的狗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下来 对 停下来